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20日 是今天第四场读报点评节目 其实今天上午我就已经看到了 这个 如果叫蔡子 谁的谁发一个推特 蔡子孙 蔡子孙博士 蔡子博士发了一个推特 什么内容呢 就是旧金山会议 这个会议的正在进行当中 突然间老拜登站起身来呢 绕了半圈 因为习近平好像坐在离他比较远的地方 对面吧 差不多对面的位置 他绕过来走到习近平身边 把习近平叫起来 用一只手拍着习近平 很热情 和习近平不知道谈什么重要事情 还没有翻译 王仪马上赶过去啊 好像旁边有一个人不是翻译 因为懂中文的人现在很多 反正有人给他翻译了啊 应该是 因为习近平讲不了英文的 不知道他什么内容 挺紧急 又不紧急怎么可能开会的时候 突然间这么一个动作 我相信不是什么 拜登可不需要什么在这场合表演 是吧 一定有刻不及待的事情 需要和习近平沟通 他是这样讲的啊 他说在旧金山的 APEC 会议期节 会议后 应该是会议期节啊 他写过会议后 实际会议期节 会议正在进行吗 你看没散会 拜登冲向习近平 与他握手并拍肩膀 这对亚洲文化中的人来讲 看起来特别不妥 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妥 为什么呢 他两个太熟悉了 你有几个国家领导人 像习近平和拜登 这么见面次数这么多 也不亚于和这个 比普京是少多了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奥巴马那个时代 中美关系是黄金率 黄金时期 蜜月时期 经常来 是吧 经常中美关于互相走动 有一次奥巴马来的时候 拜登陪同他 做副手其实最最舒服 大领导怎么讲 他就怎么干就行了 是吧 所以那个期间 这个拜登的角色 比较随意 陪着习近平 大概有数十个小时 我记不住多少时间 两个人 他就一起追旅游的圈 好像到哪个国家去 然后途中还一起品酒 我聊天 非常随意的交代 因为那个时候你想 习近平他是副手 那么这边是他也都是副手 他们讲话 当然就比较随略 所以为什么会发生 他儿子和他 在和中国做点生意呢 那就是习近平的第一期 有叶简明的公司 那个叶简明的公司 我这么 现在我这么判断 应该是属于他儿子 习近平他儿子的公司 打着旗号是白手套的儿子 他儿子白手的叶简明 因为叶简明 他是一个福建人 突然间默默不闻 一群突起一下成为富豪 你看俄罗斯的税务当中 有个公司的股份有他的 你就想后来 这事不了了之后 叶简明突然间没了 那就证明什么呢 我自己猜测 是因为拜登被那个川普 有一段是搞得挺狼狈 就川普在任的时候 要调查他儿子的事 心理看不好 形势不好 赶快给他证人的 就算在证人 叶简明属于证人的 估计给他 咱们倒不能讲 说给他灭了 反正没有了 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不像肖介华 吴小昏 最起码有个交代是判刑了 判刑虽然也不是正常法律程序 最起码让人吃的吃的 这个人到监狱去了 叶简明还有陈 这个戴相龙的女婿 叫什么车峰 这都是大人物 没有了 从此没有人再关心点事 所以 由于这个原因 就是习近平和老拜登俩了 有默契 他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铁 我倒不认为什么 我个人根据我看一些材料 即使他给他儿子生意很正常 为什么他儿子属于律师 律师 我估计他是应该做企业并购这种 企业并购做的生意 好多是做我的生意 那也不算什么事 因为只要有生意 他有牌 他只能讲他 看他的面子 习近平这个团队故意 你为了协调中美关系 可能变得这么个生意 这个还不属于受费多人 这个受费是什么 是你利用手中的支持权 就是说人家没有办法去回避 必须得给你做这个生意 得有强迫性质的 你相信律师 你给谁做的都是一样的 顾问 就收费有的高有的低 就看你的牌子也是怎么样 你牌子咔咔想 你肯定就收费多 一个小时我太不太懂 一个小时大概是七百块钱 如果说你不好是律师 就打那个告片来 交通告片 那还一场就一二百三四百 都有干的 我认识这种情况太多了 最少七个打告片来 可我熟的不得了了 前一天还有我在一起 就在那个 这个一个 我想在什么店 目的我们俩喝Coffee 聊这事 我要讲的什么呢 他来拍的肩膀 这个是表明他非常熟悉 这个事挺击破的 他的意思是说 习主席我有点要事给你说一下 对不起 打扰您了 就是这个意思 但谈什么内容 咱们也不太清楚 什么内容 我猜一下 正好上面有一篇文章 我先给大家看上面有个文章 就韩国宣布要终结朝鲜政权 你看 这个很有意思 你看 就这篇文章 上面还有个推特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故意放在一起 还是偶然巧克 那是不是出了突发事件 就类似像这种突发事件 韩国宣布要终结朝鲜政权 他为什么韩国这么生气 那一定是发生什么事 只是老百姓不知道 草民不知道 对不对 他警告中国 不得援助朝鲜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肯定 老百姓 知道情报部门透露的 老百姓马上跟习近平打招 这个机会特别好 一下就沟通好了 如果习老大说 没事 这个事我给你摆平就完了 就完了 对不对 因为他俩现在好像 至少从表面还是比较热络 对不对 互相比较在乎 习近平 这个是不怕打仗 老百姓也不愿意打招 他们在不愿意打仗 发生军事冲突这种问题 找到共同力 你必须承认 本人认为很可能是这件事 那么我把这个小视频给大家看看 我不播放声音 我就闪一会 为什么也有版权呢 说不定人就 报到YouTube网站 就出了警告信了 我说的过一次 也是这样 我给别人闪一下 那个人挺认真 就发一个警告信 通过YouTube给我来了 YouTube也认真 就把那个 就那个播放那个 那个视频的 大概那个几秒钟 带动那个广告 转到他的 其实我不太在乎这个事 你转就转 我不是因为这个事 我要赚的那个流量 我是他这个太好了 就是能说明问题 我给大家看看 就这个小视频 你看 这个老拜登过来 你看他这个会议还在进行 拜登过来 拍他的肩膀 肩膀放在他肩上 就是这个视频 到底发生什么事 以后就知道我相信 对不对 过两天媒体就开始跟踪 总有些这个消息灵动人士 是吧 就可能告诉你的这个事 到底什么事 但愿不是战争 是吧 我是不希望战争来的 虽然我希望中共垮台 最好是能通过非战争的方式 因为你战争的付出代价太可怕了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条消息 美国国防部长突然访问基辅 对这个资林司机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这一点特别重要 你看 强调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这是今天 也是 这个美国司机的一张图 太点了 算了 因为这个奥斯丁 你别说 就长那个样子 就像国防部长 就够猛的 他这个 这篇文章是美国司机讲的 他说奥斯丁是星期一 他没有预告 他没有预告 肯定他打电话给俄罗斯军方 给这个普京 因为你看现在战争打到这个程度 普京恨死这个美国 但他们之前有共同渠道 你包括老拜登去这一趟 之前不先打电话给普京 老普啊 这个兄弟往那边走一圈 这十几个小时你别跟我惹事 老普就说放心走吧 我知道那火车叮当叮当 就八九个小时 是吧 咱再怎么会 那手中底线不能轰你 你就放心 是吧 他才能给这个 安全全平安去 你看这个 俄罗战争打到今天 这个 各国正要全前往那个基辅 哪个国家都去 普京就想 俄罗斯情报公司不知道 哪知道这些 描鲁市长 你看他手中底线他不打 这证明什么 他也不想战事扩大 不管胜还是失败至少从面 目前来看 本人认为 你别说普京 这么讲按着动不下去了 多多少少还挺讲究 就是不那么下三烂 下三烂的人就下去 哈马斯就想 就无意境突然就 袭击一下 是吧 而且还搞那个 把那个地道放在 人家那个医院 医院口 儿童乐园 这都无底线 打仗也都是战争法 那当然 老拜登 老普京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看 刚开始他这个 始终不承认他是 这个乌克兰 他就说他军事演习 骗就被这个 是吧 这当然现在也遭到报应了 你老拜登给他玩的 玩鼓掌之声 我们来看看 这一次这个动作 我就讲什么 就是这个 奥斯林不是突然现身 是因为他没告诉你 他肯定跟普京讲了 我认为 这是我认为 这是我跟你以前的东台判断的 他说高姿态展示西方国家 和乌克兰站在一起 并向乌克兰领导人重申 美国这样继续 就是支持基辅抗击俄罗斯的军队 是奥斯丁在基辅见了泽林斯基 泽林斯基感谢奥斯丁的来访 说你的到访呢 对乌克兰讲 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他说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人民 他们多年来在艰苦的岁月 和我们站在一起 确实啊 他这次要是没有美国的其他朋友 只是早就歇菜了 我就讲 就习近平是 绝对没想到 西方和美国为主是如此的团结 也没想到 老拜登是如此的长修善务 就运筹威国之间 决胜千里之外战 不是我一美之词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我现在看着 老拜登确实都非常厉害 我跟你讲 为什么普京现在 有些事还有一点底线 还得在乎 那就因为 这个老拜登打的时候 很有节奏 不信你们看 如果是乌克兰 整个把克里米亚收回 之后 老拜登在拳击福 就是说 就是哲林斯基 停手 住手 他绝对不能允许他 工作本土 这次来奥斯丁来 舒服务局谈这个事 就是告诉老鸡 你别穷得手 我给假 现在马上咱给你武器 让你打多远打多远 让你赢就赢 让你停就停 告诉你 先就给他打住这个 就像我老江讲那个 我这个人是 就很土啊 无法素质地 就是五根毛那个时代出来 就你吃了肚 那大肥肉都给我吐出来 就是克里米亚 五种土 就完事了 你放心 你再别公民本土 咱先讲好了去 就奥斯丁这次来 肯定是讲这个事 我认为 另外告诉你 美国现在啊 这个枪炮子弹 快用光 至于啊 你还支持这个 这个以色列 实在是坐紧建筑 你别以为咱们这个是 上上流血的水 大海流的水 后来 是吧 就这个意思 我认为 再不就是说 你马上停完之后 你战后重建 你这个顺移的给咱美国 你可就别头脑发热啊 什么叫租借法 租借啥意思 对不对 这个资本家的惦记这个事 我认为是在谈认 谈最后的时刻啊 另外别太刺激 这个普京论可战 只要你别的金融的本土 我相信普京也认账了 真的 因为普京现在看习近平 就不可能全力支持他 你看这边 路马不 主席也来了 来了就是跟习近平最后通牒了 来 怎么样哥们 你咱先讲好 你先答应 答应要支持我这个武器 到现在不支持 你答应 你北部战权参战 到现在不参战 你想忽悠啥吧 我就问你最后一句 你对不对线吧 不对线我就准备 哥们就撤了 做最后的准备 再不就能核弹 习近平 习近平最怕他能核弹 为什么 一论核弹 你想就在家门口 他会吓死我了 是吧 你战争 没在美国本土打 你看震撼港也在呢 这个佐世宝港也在呢 这不都在你家门口吗 习近平肯定说千万别人 别人能核弹 对吧 我也不能支持你 知名型武器 北部战区呢 我说了也不散 他们也不能停 不可能帮你打 我只能从道义上帮 另外 因为你海上带给咱用的时候 炸了一份 说着发展经济 内心话 习近平肯定是搞这个领导 这个杜马来 那么 奥斯丁去 那么 劝你 这个 泽林斯基做好思想准备 就见好就收了 泽林斯基今天 对这个奥斯丁的到来 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他说 在星期一 这个 举行的会晤当中 奥斯丁赞扬了乌克兰人民的建议 智慧和勇气 承认美国 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总统先生 我今天带给你的信息 是美国与你们同在 我们将长期和你们站在一起 他对泽林斯基讲 乌克兰这里发生的事情 不仅对乌克兰重要 对全世界都重要 他的意思 这就是给西平打了个样 给你喝酒 我们打个样 能这一杯干进去 是吧 你又给了一杯多 我又给一大杠 给你干进去 还有第三杯 就是台海 你拿出咱们一定要给你干 请一看 老外面看 算了吧 和世界 世界正老大的事 先缓一缓 是吧 我认为是这样 在奥斯丁这次来 说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呢 奥斯丁访问基辅是要讨论即将到来的冬季战事 并为未来的安全协助做规划了 看见没有啊 其实呢 他肯定有些内容都隐藏下来 他能像我讲那么之外 是不是啊 是我们继续提供符合正常斗争结束的安全援助 就以后的援助就减少了 对不对 有些武器就不能给你了 那具体 他那海马是不知道怎么设计的 也是按照拜登的想法啊 就要打多远打多远是吧 你比如说等到了俄罗斯克里米亚拿回来了 你这个当兵的肯定个个都是趁着过热乎救的奥 不能自己给俄罗斯本土占领了是吧 夺着人家鸟味啊 把老普京抓起来 冥送到那个国际战争法庭去审判 这招美国不支持 因此这样我认为啊 所以来 他说 而且我们计划整个东西怎么做呀 因为基于刺刑安全考虑 不愿罪名的高级国防官员向记者表示 开始制造舆论了 对不对 你看这里下一个小视频 这个视频也不能播放 这些就美国之一 你会编辑也没用 我给你讲吧 你会编辑也挺确 你不编辑吧 你就这么想我骰一下接听点世界 是吧 你看他讲的 这是奥斯丁 2022年4月以来第一次访问基辅 而此时随着冬季的临近 乌克兰和西方官员都认为俄罗斯 总统普京将会像去年一样攻击 乌克兰的基础设施 在一年最寒冷的天气切断许多乌克兰人的供电 说这个冬季最重要之一就是防空 防止空中的就是那个这个空气 空气它肯定损害这个这个基础设施 说第二位高级官员也以不具名方式 向奥斯丁随行记者这个表示 他说我们得以突击提出这个防空设备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会能有需求 或者说我们在未来境界内不会能有需求 在过去几个周末 这边我们要指出 将近40架伊朗制无人机 从领土发射后猛烈攻击乌克兰方空系统 我们现在支持它这个是伊朗的无人机 乌克兰表示其武装部队摧毁的38架 无人机的29架 也有38架打下29架 但是那些突克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无人机 击送多个基础设施 并在400多个村镇造成停电 也就是说你这个拦截系统 你只能大概率up拦截 有的你可能是漏网 漏网之余也惹事 对吧 说无人机袭击 其南方的奥德萨和扎布罗热周围目标 又已接近白格斯边界的北方 切尔尼科夫周围目标 这是主要放在基辅 对不对 那说不定来了以后 泽林斯基又跟奥斯丁富穷 能不能多给一点 各个城府将基辅这样武装 布置满一点不就行了 是吧 我估计是这样 它说五角大楼将继续从自己 目前的库存种提拔武器和弹药 支持乌克兰 但是官员表示 美国在未来警卫中 还向乌克兰提供去年 通过合约采购武器措施设备 官员说 随着西方产能的提升 弹药供应已经增加了 其他国家也表示要加速提供军援 德国本月少早宣布 将在今年年底之前 提交更为关键的防空系统 除了防空系统 官员们希望今年冬天能阻止 俄军架固他们的阵地 去年冬天俄军利用战事的间隙 在他们控制的领土上挖空式 从而导致一些分析人士 认为战争陷入了将军 这篇文章介绍 他说 我不会撑起了将军 可不是的 这就是动态性的战斗 一个高级国防官员表示 乌克兰持续向前推进 而且在战场打击 俄军很成功 你看他们持续在俄罗斯敌后纵身地带出击 他们在破坏俄军军事行动 和瘫痪俄军的能力方面正在取得进展 就现在这个俄务局势应该形势是发展的势头非常猛 非常顺利 这位官员将乌克兰最近在赫尔松发动的攻击 作为乌克兰在俄军防卫相对薄弱地方让俄军吃鱼的势力 实力实力 也就是现在这个赫尔松战场战争打的一次很漂亮 乌克兰部队上个星期 在俄罗斯赶出基尼泰河战地了 戒内的几个桥头堡 携带宋装备和其他物资渡河有可能让乌克兰部队开出一条直通科里米亚的路上信号线 就他的渡河的这个河 这科里米亚就裸出来了 开始进攻了 这个地方是2014年 他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地方夺下来 这个战事就要结束了 对吧 说奥斯丁也在西方对乌克兰支持出现不确定 风险之势图防寄附 特别是以以色列哈马斯上月开始的冲突 分散了人们对欧洲这场漫长冲突的注意力 我个人观察认为 只要哈马斯和以色列战争不过大 就是阿拉伯国家不参与 美国没有什么桌子简直的问题 说奥斯丁本周还将在乌克兰大楼主持新一轮 乌克兰防务国际联络小组四平会议 乌克兰大楼表示50个国家将参加 说是以便协助乌克兰的伙伴 就伙伴国 协调向基础提供军事援助 也就是说有一些国家美国没有动摇 但是有一些国家 欧洲可能动摇了 需要大家讨论它 有的时候我们不支持 这些支持没完没了 还支持哈 这个以色列打哈马斯 我们都支持 那个我们怎么办 是吧 担心这个 他说美国国会呢 却有一种 越来越不情愿 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的情绪的啊 说不过高级 国防官员在运用忧郁乌克兰官员谈话时 仍然强调向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问题上有明确的跨党派支持 其实他就来了稳军 行政部呢 也会重新评估 为基附所做的长期军事采购票 就没有出了如果呢 如果这个如果的前提是什么 如果阿拉伯国家这有人 比如说土耳其周边的国家 埃及是吧 沙特 就是如果那些人参与那个核武冲突 阿拉伯哈马斯和这个以色列冲突的话 宗中的战事 战争升级了的话 那美国恐怕就要把这个乌克兰这个就要放弃了 对不对 他说另一位高级官员说呢 五角大楼啊 正向宗中冲突爆发前的一样 集体处理的乌克兰的能力 因为乌克兰重要 说我老师听说有人 我老我老听到有人来到我面前说 哦 我想 你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忙了 这话真是大错 测测测测 测错了 说这次访问 就是这么 这个官员讲啊 他的意思是担心美国就是说 放弃支持 这个俄了 乌克兰 所以这次奥斯丁来啊 主要是为了增强他的信心 好 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一条消息 还有点时间 我们来看看另一条消息 也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是刷广的一条消息啊 讲什么呢 讲也是大家就比较关心的内容啊 也就是 拜登相信啊 就释放这个 我看一下啊 这个电脑 现在我给你讲 哎 我发现电脑就运行都不正常啊 有的说 你正在讲哪个内容啊 它突然间就是 你的电源不然是满 那你就关闭了 这个东西能远程操控吗 它可能有间接远见 如果上来的话 有可能啊 它能操控啊 我们来看看这另一篇文章 就拜登相信 释放哈马斯扣给人质协议 就达成协议 已经达成了 其实我已经报道过一次了啊 说美国总统拜登呢 二少在白宫举行的仪式接近 表示 他相信 就释放加沙地带哈马斯扣给了人质事件 很快就答应协议 也就哈马斯和以色列谈判成了 释放人质学义接近了吗 有人问 总统愉快地回答 他说 我想是的 这是法国的电门 他说白宫发言人科比二少表示 我们从未如此接近 我们充满信心 能有工作要做 在协议签署之前 绝对不能充满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协议不签订 就可能就黄了 我跟你讲 就可能有变 哈马斯不守信 他说 这篇文章讲说 以色列陆军广播电台 援引以色列 紧急联合政府部长 小型战士内阁 成员 叫本尼的观点 即使在释放人质以后 以色列将继续加 加沙地带的行动 释放人士 之后呢 这个不能是停战的一个 一个条件 他还要在加沙 加沙地带的行动 上周末阿拉伯 卫星电视台报道 哈马斯以色列即将就释放 无生命人质 换取三到五天的休战 释放相同数量的 关押在以色列监狱 巴勒斯坦父母 儿童囚犯 以及向加沙地面 运送燃料 和人道主研究物质等的 签订协议 他是讲这样 不过他这里透露的消息 怎么以色列 也关于巴勒斯坦的 妇女和儿童 这个事 是吧 以色列总理 内塔弗向周六 表示呢 当时算王位 达成四方人的行动 说10月7号 加沙地带 向以色列 发射了三千多枚火箭弹 这个蒙利公布 一天是三千多枚火箭弹 哈马斯武装人员在 火箭弹袭袭击以后 进入南部边境地区 袭击路人 并绑架人质 用绑架人质 所以实际上 这事也挺好的 实际上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 哈马斯宣布对以色列 发动了阿克萨洪水 所以以色列国防军 随即宣布对哈马斯 发动铁剑行动 以总理内塔沪称 以色列国防军战役等状态 以色列部长叫 房长叫加兰特 9号 下令 称下令 全部封锁加沙地带 切断了食品 电力和天灵器工具 以能源部长卡斯随后宣布 切断对加沙地带的供水 他这次回顾 他说根据官方的数据 霸易冲突升级以来 以色列近年超过死 到现在是1300人上升 以色列死的少 对方是 哈马斯死了1.3万人 当然有一些是平民 不是哈马斯的战士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 他说呢 已经立即停止霸易之间 流血速度 他呼吁双方 停火之战 你看俄罗斯还在做好业 人们自己的战争都没停止 还让别人停战 有意思哈 说拉夫罗夫还表示呢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出路 在落实与联合国安理会 决议被基础的两国方案 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分享 比较重要的消息啊 还会有一场 再来谈谈其他刚看到的新消息 和评论